哈囉 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LAUTO AUTOMATE 今天呢 繼續介紹我們方舟生存精華的環太平洋魔組吧 哇 這個機器人實在是太棒了 而且上一集呢 我們介紹這三隻 試玩的這三隻 真的覺得 該怎麼說 除了會滑步之外呢 整體來說 我覺得都不錯 他每一隻機器人都有三種技能 左鍵 右鍵 跟C鍵 我覺得這個質量其實算蠻高的 而且每一個機器人都非常有自己的個人特色 這個對老頭來說沒有看環太平洋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說呢 老頭可能 一定會利用抽空的時間 看有沒有辦法去補一下環太平洋這兩部電影吧 好不好 不然的話呢 其實說實在的很多東西我都不知道 然後呢 也有觀眾留言說 老頭 其實這些呢 這個 這些機器人喔 他們的這些翻譯啊 中文名稱都是 都是大陸那邊翻譯過來的 都是中國大陸那邊翻譯過來的 所以說呢 其實在台灣的翻譯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 這個翻譯歸翻譯喔 但是呢 我覺得如果你們看外型 應該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原本就叫什麼名字了吧 當然是不會影響我啦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 所以說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原本在台灣叫什麼名字 但是呢 就是大陸翻譯嘛 會跟台灣的不太一樣 所以說就自行 自行去腦補吧 那老頭呢 一樣是會沿用就是他原本的這個模組的翻譯去 叫他們的名字 不會用台灣的翻譯 因為我沒看過了 我已經講過了 對 因為我沒有看過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繼續喔 再來用我們的ACM呢 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一些更進票的 好不好 我們直接用ACM看了 比較快 我們ACM在這邊 有了 那我們上一集就是危險流浪者嘛 再來是幽靈毀滅者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地獄反擊者好了 感覺好像蠻帥的 來 地獄反擊者看一下 哇 哇 哇賽 哇靠 好像鋼鐵人 應該是說顏色很像鋼鐵人 哇 這個地獄反擊者這個戰姿 唉呦 哇 這個是雙刀 雙刀 為什麼你雙刀用先抬腿呢 這也太奇怪了吧 啊 右鍵 啪啪啪 是有打到啦 啪一聲這樣子 唉呦 再看一下 C鍵有什麼功能 跳到空中 放了一個很像氣圓斬的東西 哇嘻 往地板上打 往地板上尻這樣子 踹 我覺得他應該都活用他手上那兩樣武器啊 而不是用腳踹啊 對不對 那這樣子要你這武器幹嘛 哈哈 C鍵 哇 嘻啊 哇 超帥的 唉 這一隻 這一隻的這個外型跟他的配色我還蠻喜歡的 有一種鋼鐵人的感覺 這個可以拿來打泰坦了吧 其實講實在的 我真的很想要 拿來就是打泰坦 就是 應該是說一隻一隻的比拼吧 不過我覺得應該會沒辦法 還是多隻打好了 我就這麼覺得啦 你看這個一次可以打很多 超爽的 那踢超多隻 唉呦 我還 還直接 一次踢到有點lag這樣子 我剛才有我要閃退了 嚇死我了 一樣啦 只有三招而已 沒有太多招式 好的 我們來再看下一隻有什麼好了 這隻叫做什麼名字 反擊毀滅者嗎 這叫什麼 反地獄反擊者 哇 超大隻 等一下我過去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身高差距 差不多啊 但這隻稍微比較矮小一點 這隻比較矮小 這隻比較矮小 不過我很喜歡他的配色跟他那個外型 真的 挺喜歡的 好 我們就把他放到那裡 不要管他 來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 完了 雙擊龍跑過來了 想要弄我 想幹什麼 他死掉了 323的傷害 直接把他秒掉了 OK 我們再看下一隻 下一隻的話 老頭想要看一下 環太平洋的怪獸 環太平洋有怪獸嗎 看一下雷怪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隻雷怪 到底長什麼樣子 哇塞 我怎麼卡住了 雷怪 我怎麼不能移動 OK 哇 這就是雷怪 這個姿勢 為什麼我突然覺得他的外型 真的有點 頭有點噁爛 左鍵 哇 氣緣斬喔 衝擊波 不是氣緣斬講錯了 好像 好像異形喔 右鍵 一樣啊 一個是打 一個是左手 另外一個是右手 另外一個是右手 這動作也太慢了吧 那C鍵是什麼 看一下C鍵 地崩 地裂之術 整體下來有點緩慢 整體下來有點緩慢 講實在的 屁啊 這個就叫雷獸 很可以很可以 超級像異形的 不知道為什麼真的像異形 而且他的頭我覺得很醜 對啊 應該下巴都往前凸 後到 身材OK 但是我不喜歡他的下巴 我覺得有點醜醜的 感覺不是很U 真的 感覺不是很U 喔 說實在他的下半身其實有點像那個 庫斯拉 感覺像庫斯拉 感覺要不要來裝 裝 回來裝一下 庫斯拉模組 來個大比拼看看 不知道O不OK 不知道這樣子 O不OK 這樣子 OK 我們再看下一隻 我們再看下一隻 來下一隻的話 我們來看看 看 我們剛剛是看完了雷怪嘛 雷怪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狂怒黑鑰匙好了 就是由上往下好了 狂怒黑鑰匙 喔唷欸 欸這隻藍藍燈 哇 這隻為什麼給我的感覺很 很像就是某一些動漫裡面會有的那種配角 然後都是比較偏向於就是 嗯 跟主角相比 他算是有點像是 快要偏死對頭 喔 站在中立立場 的那種感覺 看一下左 哇靠雙刀 哇 攻擊蠻不錯的 右鍵 往前戳刺 他是直接戳兩下嗎 欸對欸他是 右鍵一次直接戳兩下 吸氣劍什麼功能 喔 一個台腿 喔這招不錯欸 這還蠻讚的 我們召喚一隻野生的雷怪打看看好了 一隻野生的1500等雷怪跟我打 打他 我會不會被秒殺 喔還可以 死吧 哇怎麼感覺有點lag 看我的C劍技能 我會 再P一下 我怎麼感覺都貼在一起啊 這個距離貼太近啦 哥哥 貼太近了 不准你貼這麼近 啊不要追我 哇看遠遠看這很帥 哇 我就敢打死一堆海中生物 欸真的欸 這樣兩隻大隻的 在這種 這種像島嶼上面這樣打起來 其實 看起來挺帥的 你不覺得這樣看起來很帥嗎 很可惜不是在都市 如果有在都市的話 就超級像那種 超人力霸王特色片的那種感覺 哎呀 致命最後一集 有沒有辦法呢 不有辦法 我們再右鍵一招 刺下去 打倒他可以拿到發電機跟 核心碎片 所以說意思是說這個會在野區出現就對了 不然怎麼有辦法生出那個 核心碎片 怎麼會有辦法生出來 對不對 我看一下 有生了 核心晶片 不是核心碎片 核心晶片 是不是 來 接下來我想要用這個 我們這一隻紅色的 我們用我們這隻紅色打看看 一樣是對付雷怪 看一下這兩隻哪一隻打得比較順手 根本是還蠻喜歡這一隻跟另外一隻的欸 我在想我封面圖到底要哪一個啊 已經開始猶豫了 就是咱們的封面圖 要哪一個比較好呢 實在不曉得 來再丟一隻 我叫 我叫 我覺得 要以攻擊效率來看的話 我覺得是這一隻 打好快喔 左鍵一次打三下 有沒有 右鍵 這打好快喔 C鍵 跳起來 打多少 怎麼傷害都是一樣的欸 他沒有因為 右鍵左鍵或者是C鍵傷害有更動 完全都是6658 我來看一下 點一下攻擊力 本來是6658吧 變成7974 解決掉了 有點弱弱的感覺 一次打太多LAG 一次打太多LAG了 所以說其實也還好啊 對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用剛剛那一個 地獄黑曜石 等一下 雷怪有BABY 如果我們使用BABY它會不會很小隻 有點好奇 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BABY BABY的雷怪 欸有欸 他變小隻然後開始瞬間長大了 欸因為我有條設定啦 所以他長超快的 雷怪從小瞬間長大中 不行 不能讓你長大欸 不能攻擊喔為什麼 不能攻擊 那我可以領養他嗎 領養一下 欸可以欸 又多了一隻了 哈哈哈哈 哇這隻會亂動 算了 子力讓他死好了 沒有好意思 變成一攤爛泥 其實說他這邊也是可以BABY的啦 然後一樣是需要餵食 餵食照料 只是我有調整那個成長倍率 所以說他媽衝超快的 馬上就長大了 好啦 我們再來試試看 我們跟那個黑曜石 狂怒黑曜石打看看 來 是你強還是我強 我覺得會是我強 因為我有點攻擊力 哈哈哈哈 還是我砍比較快 論刀術的話是我砍比較快 而且我的血有3 11萬 他打太慢了 而且平均的傷害只有3500 我覺得是我贏 我覺得我贏定了 如果不點攻擊力的話 其實我的傷害可能會跟他一樣3000多 但是因為我攻擊力 的頻率比他高 他可能會兩下我已經打三下了 就是我覺得我會贏 我已經贏了 小廢物 贏贏 已死去 收皮收皮 回家回家 真的實在帥爆了 我們還有好多機器人沒有看 太帥了太帥了 到時候呢 這些機器人呢 全部呢 蓋掛在一起之後呢 全部衝過去對付我們的泰坦之王 哇 一定他媽超帥 所有的機器人 好不好 所有的機器人 然後呢 我們就把那個 我們就把那個什麼 這個 環太平洋的怪物呢 把他弄到反派那邊去 等一下是不是有什麼會咬我們家的 幹很會咬喔 很會咬喔 欸 就那些什麼雷獸啊 像這個雷怪啊 不是雷獸 這雷怪跟其他那幾隻啊 全部都去投靠那個 我們泰坦 好我們泰坦 然後我們這邊說的機器人呢 我就來做個大對抗 喔這個場面應該挺壯觀的吧 我覺得 好我覺得最後一集就這樣決定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完到這裡結束喔 欸我們差不多大概就是一集三隻 一集三隻 然後來做一下互打的這個動作 好不好 好那各位看起來 不知道各位喜歡哪一隻 好就各位自己去挑選了 好個人呢 除了除了剛開始第一集的那一隻之外呢 個人還蠻喜歡這隻紅色的喔 藍色也不錯啊 真的好難選 不知道為什麼環太平洋的機器人都是這麼的帥嗎 欸真的很難選欸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這一隻 好我決定就是這一隻了 就這隻當封面圖了 不管了 好不好 好啦那就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學畫 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呢 再繼續我們的環太平洋模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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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